孤单英雄硬刚美国黑帮 枪枪毙命叨叨小手 场面血腥暴力 六年以来累计杀死数千人 却依旧逍遥法外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动作电影 惩罚者2 战争特局 影片开始 一个黑帮家族正在聚会 正当他们打算吃饭时 整个餐厅陷入了一片黑暗 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餐桌上 他叫卡塞尔 他没有说任何开场白 直接一刀砍下一个脑袋 然后拧断了旁边人的脖子 再一刀插进敌人大脑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甚至还有些残忍暴力 他还能甩出一把飞刀 直接隔开敌人的脖颈 几个回合下来 他就消灭了餐厅里所有的人 但这还没有结束 卡塞尔倒吊在吊灯上 身体随着灯360度旋转 拿出机枪疯狂扫射 那些赶来直远的人 都还没完全进来 就被他一枪打中 男人不仅枪数精准 推脚功夫更是了得 他一脚就将凳子腿 踹进了敌人的眼眶 此刻的他 简直就像是一个杀人机器 很快屋子里的敌人 全部被他消灭赶紧了 但是卡塞尔没有注意到 这个黑帮家族的 重要成员比利 趁乱逃了出去 但目的已经达成 卡塞尔也打算撤退了 结果的后门 一名警察拦住了他 然而这名警察 非但没有逮捕他 甚至还主动为他提供情报 原来这里所有的警察 都知道卡塞尔的事迹 人们都叫他惩罚者 多年以来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 来惩罚那些为非作歹的人 今天轮到在场的这帮人了 几年以来 卡塞尔一直在消灭黑帮成员 虽然法律上不允许动用私刑 但是警察们私下都很佩服他 卡塞尔抓了码头 没有轻举妄动 一直在车上观察的情况 他不打无准备的仗 此时的比利 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很快卡塞尔开始了行动 他先是干净利落地 杀死了两名哨兵 然后躲开探照灯 成功进入了仓库里面 结果刚进仓库 他就与一个人迎面撞傻 卡塞尔没有犹豫 他直接杀死了对方 强声惊动了比利 他的手下连忙出去查看 卡塞尔直接从天而降 一脚将他踹下了楼梯 比利看到了卡塞尔 他连忙让小弟去叫人 他自己打算拖住卡塞尔 结果他对自己太自信了 卡塞尔还没开始打他 他自己就掉进了 玻璃破碎机里面 卡塞尔顺势启动破碎机 比利破口大马 却怎么也出不来 他的手下此时赶来 卡塞尔与他们展开了 激烈的强战 这些杂鱼当然不是 卡塞尔的对手 他们虽然人多 但是射击技术不行 没给卡塞尔造成半毛钱的伤害 但卡塞尔很快没子弹了 正当他想从旁边的尸体上 搜罗一些子弹时 意外发现了尸体上的窃听器 卡塞尔意识到 他可能杀了一名卧底 还没等卡塞尔回过神来 一群FBI就进入了仓库 看来卡塞尔没猜错 回到基地后 他非常懊悔自己杀错了人 他有些接受不了 甚至打算金盆洗手 他的兄弟大胖 知道这件事情后 赶紧过来开导他 但卡塞尔还是产生了心结 几天之后 卡塞尔在远方偷偷关注着 那名卧底的葬礼 葬礼上 卧底的好兄弟老黑 对着弟妹安齐发誓 一定会将卡塞尔缉拿归案 为了完成这个承诺 老黑选择了 从FBI调到警察局 警局这边也是通情打理 直到老黑为了卡塞尔而来 也愿意成全他 把他安排在了卡塞尔专案组 专门处理卡塞尔的案件 办公室也在地下室里 结果等老黑到了地方 弱大的办公室 竟然全是档案 老黑有点傻眼 更要命的是 这个卡塞尔专案组 加上他也就两个人 他的新搭档热情地迎接了他 通过他的介绍 老黑了解了关于卡塞尔的事情 卡塞尔原本是一名特种兵教官 六年前和家人外出野餐时 不小心目睹了一起 黑帮灭门事件 对方为了不走漏消息 决定杀了卡塞尔他们灭口 结果一场战斗下来 卡塞尔活了下来 但他的妻子孩子全部死亡 从此以后 卡塞尔与黑帮势不两立 六年以来 他一直在清除黑帮势力 这间办公室里 所有的卷宗都是他消灭的人 老黑看着满屋子的卷宗 有些震惊 比利这边 他竟然没死在破碎机里 还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恢复了自由 但他现在也不好受 他的脸已经让玻璃 给割得七零八落的 他还不知道 他现在的脸 是由各种东西拼接而成 丑陋而恐怖 他的手下也查出了 被卡塞尔杀死的那个人 是FBI的卧底 还知道了 他有妻子和女儿 比利打算报仇 为了报仇 他找到了弟弟吉姆 吉姆是一个疯子 和汉尼拔一样 是一个食人恶魔 他一直被关在疯人院里面 没过几天 比利就把吉姆救了出来 恢复自由的吉姆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杀死了护工 并生死掉了对方的内脏 看着毁容的哥哥 吉姆发誓 会为哥哥报仇 而卡塞尔没有吉姆快乐 他来到了安琪家 想把钱都交给母女俩 以此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安琪看到卡塞尔出现 直接拔出枪来 卡塞尔没有反抗 他甚至想让安琪开枪 死在安琪枪下 因为这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安琪看着哀伤的卡塞尔 没有开枪 也没有收卡塞尔钱 只带着女儿回到了屋子里 卡塞尔监装只能黯然离去 随后他找到大胖 表示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还打算离开纽约 但是大胖提醒卡塞尔 如果他走了 比利要报复安琪母女两个人的话 是一件很轻松的事 听到这句话 卡塞尔决定继续留在纽约 同时为了获得比利的动向 他找到了和比利 做过交易的跑酷三人组 这三人今晚刚杀了人 正肆无忌惮地在楼上跑酷 卡塞尔一发榴弹跑 直接将其中一人打成碎片 通过这几个人 卡塞尔得知比利他们 要去找安琪母女的麻烦 不想他杀完跑酷三人组 正打算去安琪加水 转角就碰到了老黑 这也可把老黑激动坏了 二话不说就要抓住卡塞尔 但卡塞尔可不是吃素的 趁老黑不注意 一下就把老黑的枪打掉 然后对着老黑一顿收拾 老黑尽管打不过他 但就是不让卡塞尔走 尽管老黑体格比较壮 可卡塞尔毕竟是特种教官 格斗功夫那是相当了得 不出几个回合 他就将老黑打倒在地 但老黑很无赖 趁卡塞尔不注意 直接用手铐把他和卡塞尔锁在了一起 卡塞尔虽然手段凶狠 但那只是对坏人 连看老黑这么无赖 卡塞尔对老黑说 比利他们去找安琪母女麻烦了 老黑一听 赶紧往安琪家里赶 他也只能跟着老黑坐上了警车 正在他们赶路时 比利已经到了安琪家 他的目的就是想拿回钱 并没有直接伤害母女二人 吉姆撒了欢的在安琪家搞破坏 摔烂了屋子里所有的东西 这些动静太大了 引来两名警察 结果吉姆直接把警察骗进了屋子里 趁警察不注意 他一棍子就打死一个警察 比利的小弟也用刀杀了一个 这群人有些无法无天了 他们翻了半天都没找到那些钱 比利有些急躁 安琪赶紧说 二楼有一个保险箱 比利带着吉姆上楼开保险箱了 很快老黑他们赶到了安琪家 老黑刚进屋就知道事情不对 结果一转身 看到母女二人被人挟持着 他不敢赌 直接投降 就在他们有些绝望的时候 卡塞尔进来了 他一拳砸碎了一个小弟的头 正当老黑想靠着另一个小弟 卡塞尔有一枪直接轰爆了对方的头 他没有过度停留 带着安琪母女就撤退了 老黑没有走 他想抓捕比利二人 他们在安琪家里展开了枪战 很快比利他们就没子弹了 最终老黑逮捕了比利二人 这是比利第二次被逮捕 按常理来说 这次人争物争巨在 他一定逃脱不了美国法律的制裁 没成想 国土安全局的人找上来 原来比利时与俄国人 达成了一笔关于生化武器的交易 比利想用这个情报换取特赦 以及卡塞尔身边人的信息 国土安全局的人答应了比利的要求 当天晚上 比利协助国土安全局完成任务 他们也给比利一份大胖的情报 看来大胖危险了 卡塞尔将安琪母女带到了他的基地 很快 大胖的手下来找他 让卡塞尔去一趟大胖家 大胖想让他帮忙照顾母亲 卡塞尔没有犹豫 准备前往到大胖家 等卡塞尔到达大胖家却只看到了他母亲的尸体 卡塞尔意识到出了问题 连忙返回基地 回到基地后 安琪母女不见了 手下也被砍了两斧子 马上就要不行了 原来在他去大胖家的路上 吉姆找到了这里 打伤手下 抓走了母女二人 他告诉卡塞尔 明天凌晨在一个酒店见面 否则就杀了这几个人 手下快不行了 他求卡塞尔给他一个痛快 一声枪响过后 卡塞尔出现在了教堂 老黑也赶了过来 他告诉老黑 比利抓走了安琪母女 为了救人 二人决定合作 比利找了一大批人对付卡塞尔 卡塞尔这边也没闲着 老黑找到了比利的仇家 也就是被他背叛的俄罗斯黑帮 他把比利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就这样 双方都做好了准备 只差最后一步了 夜晚 比利的仇家率先上门 他们自称是来对付卡塞尔的 里面的人也没怀疑 等这一群人进去之后 他们拿出武器突然翻脸 对着比利的小弟就一顿扫射 整个屋子乱成一团 双方人马直接开始火拼 枪声不绝于耳 眼看时机成熟 卡塞尔也开始行动了 只见他爬到对面楼上 一个借力就撞进了大楼里 对着里面的敌人就展开了杀戮 他的枪法十分精准 不是打凶就是抱头 没有一个敌人是他的议和之敌 他的枪声就是死亡的交响乐 每一次火光闪烁 必有一人死亡 比利为了杀卡塞尔 总共找了几十号人 结果没一会儿攻火 就被卡塞尔杀的 剩一半了 刚有趣的是 有一会儿黑帮不敢再出来 全部躲在一个小屋子里 可结果还是被卡塞尔发现了 破开木门 一发榴弹炮就解决了这群敌人 但这还不算完 身为罪恶惩罚者 卡塞尔是一个敌人都不准备放过 他四处搜寻敌人 甚至他连一个蹲侧所的歹徒 都不准备放过 直接两枪打爆了对方的头 这时吉姆跑出来偷袭了卡塞尔 吉姆虽然是个疯子 但是他伸手脚尖还会手口并用 精通躲避和偷袭 一时间竟把卡塞尔打得还不了手 他还骑在卡塞尔身上 狠狠地咬了卡塞尔的脖子一口 这一下彻底把卡塞尔给激怒了 他用尽力气将吉姆摔在墙上 然后把吉姆当作杀包 在厕所里摔来摔去 吉姆也吃不消了 他连忙逃到比利那边去 拿起手枪对着母女二人 卡塞尔也追赶而至 但是比利二人分别挟持着安琪和大胖 卡塞尔有些投手机器 为了安琪他们的安全 卡塞尔扔掉了手枪 眼见卡塞尔没有了威胁 吉姆想一枪干掉他 但是比利不同意 他可不想让卡塞尔这么容易死掉 他还要慢慢折磨对方 他故意用枪打在卡塞尔的防弹衣上 直到剩下最后一把子弹 比利又把枪还给了卡塞尔 说让他二选一 大胖和安琪母女只有一方能活 这是想杀人猪心呢 卡塞尔有些难以抉择 此时大胖主动让卡塞尔救安琪母女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卡塞尔选择了救安琪 但是他没有按照比利的意愿 一枪打死大胖 反而一枪打爆了吉姆的头 比利一看弟弟死了 直接一枪打死了大胖 准头就要杀安琪母女二人 卡塞尔一个飞扑 用防弹衣服母女挡掉了子弹 然后用手里的枪 把比利的枪也砸掉 随后二人展开了肉搏战 身为特种兵教官的卡塞尔 现在虽然身受重伤 但是也不是比利这种货色 能打得过的 而且比利身体也不咋样 没几下就被卡塞尔打倒在地 比利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 他的朋友和手下 还有很多无辜人的性命 卡塞尔此时怒意逃天 下手毫不手软 他一脚就踩断了比利的腿 然后又踹断了他的脊椎 最后用铁棍贯穿了比利全身 把他推到火堆里 卡塞尔就这样看着比利被烈火吞噬 直到渐渐没了生意 至此敌人全部死亡 安琪母女也成功得救 而卡塞尔以后将继续产出罪恶 当一个惩罚者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整体打斗流畅 场面血腥暴力双点不断 在剧情上也没有太多槽点 不过过于血腥的画面 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适 还是建议大家谨慎观看 好了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同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 野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